本期为大家介绍一部困难年代的医学奇迹片《神迹》 上世纪三十年代 乃是一个种族歧视焉严重的年代 黑人们更多的还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就像与白人走在一条路上 黑人就应该让白人先行 黑人小伙薇薇安是一名木匠 他偶然看到一则招聘信息 一所医学研究室正在招一名清洁客 研究室的主人名叫李克曼 是一名外科医生 到了却发现是一些打扫狗笼子的工作 原来他经常以动物为活体做实验 虽然工作又累又脏 但还是接下了这份工作 工作的第一天 薇薇安看到实验室上面的医学书籍 于是忍不住地偷看起来 这一幕被李克曼发现 才知道薇薇安有一个救死扶上的医生梦想 他每天辛苦工作 就是为了赚取足够的钱 然后去读医学院 李克曼惊讶他的梦想 于是指着不远处的仪器 问他是否认识 没想到薇薇安立马就答了出来 李克曼逐渐发现 薇薇安是一个守法灵活 头脑冷静 且具有医学天分的年轻人 于是决定聘请薇薇安 当他的研究助理 第二天 薇薇安得到一件白大褂 他穿在身上 感觉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然而 当他还沉浸在白大褂中的梦想时 上天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他为了上医学院 存了七年的学费 却面临银行倒闭 无法兑现的噩梦 他的大学梦 也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的 这件事对薇薇安的打击不小 但他很快就振作起来 并全心全意地为李克曼工作 李克曼总是外伤性 修个工作多年 他每年夺取 数百万人的生命 至今没人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李克曼雄心壮志 希望能在这个领域实现突破 这一天 薇薇安无意间地提醒 让他幡然醒悟 原来他一直走进的死胡同 最后 他用独创的修科治疗法 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一伟大成就 使得很多美国伤兵 重新活了过来 也让他本人备受军界推崇 享誉全美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 也向他抛出的橄榄枝 作为全国顶尖的医学院 这是学医人一辈子的梦想 能够进入这里 绝对是前途无可限量 不久后 李克曼就带着薇薇安 来到了霍普金斯医学院 并有的一间属于两人的实验室 医学院的人 对薇薇安充满的好奇 因为从来没见过一个黑人 穿着白大褂 走在全国最顶尖的学府内 有的医生 甚至把他当作的清洁工 虽然薇薇安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但妻子对他早已有的意见 为了能学到医术 薇薇安从遥远的乡村 搬到的大都市 每月却拿着微不足道的薪水 还有支付昂贵的房租 更生气的是 薇薇安每天都沉浸在医术中 时常忽略对家人的关心 有气无力的妻子 打算搬回原来的地方 但薇薇安坚持不走 因为能待在最顶尖的外科医生旁 不是所有人都能梦寐以求的事 在这之后 薇薇安全心全意地 待在李克曼的身边 而李克曼也教会了他很多的医学知识 两人也逐渐发展成了好朋友 然而由于他是黑人 并且没有上过大学 他在医院中的职称 只能是和清洁工一样的三级工人 连医生助理都不算 得知这一真相的薇薇安有些气愤 自己辛辛苦苦在他身边 当了这么多年的助理 竟然还是一个清洁工 他当着李克曼的面脱下的白大褂 只为了丢下手中的工作 去给房东修水管 因为房东会支付给他更高的薪水 自知亏大的薇薇安的李克曼 找到了医学院的高层 将他的职位提高到助理级别 并且还给他涨了薪水 随后来到薇薇安的家中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然而 这时的李克曼才发现 自己这么多年来 是第一次到薇薇安的家中 薇薇安热爱医学 于是又重新回到了实验室 回到了李克曼的身边 这时 医学部来到一位特殊的病人 一位小女孩 患上了让医学界 无比头痛的蓝阴症 这是一种普遍出现在 婴儿身上的先天性疾病 通常皮肤会呈现蓝紫色 一旦患病 不久之后身体会越来越虚弱 直到死亡 至即没有人能攻克这一难题 李克曼看着躺在隔离乡的女孩 当即决定接下这期手术 薇薇安知道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他不明白 为什么要接下来 李克曼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29岁那年 他得的肺结核 X光机显示肺上有一个大洞 每天死神萦绕 当时他就发誓 如果能够重生 那就必须做件大事来挑战他 蓝阴症的症结 在于通往肺部的主动脉被堵塞 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 就是通过外科手术 让肺部得到更多的血液 但难就难再如何实施 两人坐在实验室里 李克曼提问 维维安回答 在这样的讨论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办法 两个人立即在动物身上做了实验 没想到实验竟然成功了 他们找来婴儿的父母 签署的手术协议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李克曼立马开始的手术 然而在手术时 他却迟迟下不了手 原因是维维安不在身边 让他没有信心 不知不觉 维维安已经成为了李克曼 不可或缺的搭档 但医学院有规定 助理一律不得进入手术室 李克曼管不了那么多 将维维安强行带了进来 一个没有大学学历 曾经做过木匠的黑人 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 为他 为人类史上第一起 心脏外壳手术 保驾护航 在他的帮助和参与下 李克曼医生才得以 打破当时的医学禁忌 完成世界上第一例 兰因症手术 心脏手术的魔咒 被彻底打破 而心脏也不再是 外科领域 不可触碰的进去的 他们急心协力 从而拯救了 无数患者的性命 为医学事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整个医学界被镇进了 消息传出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这一医学史上的里程碑 而李克曼也成为了 聚光灯下的宠儿 而维维安 却因肤色 被选择进无视了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他 根本不可能有这次手术的成功 在颁奖典礼上 李克曼上台发表演讲 最终提及得到许多人的帮助 但唯独没有提到维维安 面对好朋友的忽略 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于是离开了霍普金斯医学院 干起了销售药品的工作 维维安和很多正常人一样 渴望得到公众的认可 可面对现实 他也曾彷徨过 动摇过 妻子看出了他的不开心 他劝维维安 你从一生下来就属于那里 所以你应该回去 维维安想明白以后 回去找到了李克曼 继续成为李克曼的助手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手术 救活了无数人的性命 他后来主管外科实验室市长长达35年 交出了无数优秀的心脏外科专家 成为心脏外科医学的泰斗级人物 电影最后 霍普金斯医学院 鉴于他的杰出贡献 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当已成白发老者的维维安 坐在长凳上 静静地看着自己画像的时候 迟到的荣誉 曾经的委屈和不公 愤怒和遗憾 艰辛和执着 在这一瞬间 得到的全部补偿 好似多变的天气 却也云淡风情 又似浩瀚的江海 却也包容滴水 神迹是一部根据 真实世界改编的传记片 讲述的两个男人 如何协力攻克法洛斯联正 在一个饱受歧视的年代 维维安却不畏艰难 冲破层层阻碍 努力实现出自己的梦想 更是用自己的才智 造福世人 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而维维安的一生 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好了 喜欢的朋友们 留个足迹吧 我们下期再见